公開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 另一方面 這個就是君子可欺而其方 這些西方領袖 西方政治家 最多就是講耶穌 第一件事 他又做了一個心理戰 你就算做 也沒用的 你制裁也沒用的 一早就打開口牌 就說我們有心理準備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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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昨天我說余嘉豪 Come on 來啊來啊 或者是另一個角度去看 那時候也有人通料給《信報》還是《經濟日報》說 那我有老婆 我有兒子 你只是制裁我這個人 那他怎麼說呢 這個星島 其實巴士的島是星島 那他就 阿里奧 這個阿里奧 這個收封的八婆 就說聽說 建制派這個霸道的手法 對美國的霸道的手法 已經心裡有數了 所以他就來了 雖然現在美國副國務卿 副發言人 已經純粹是一個人肉錄音機 副發言人 所以那個層級多低 正在分析這個條例 23條 對美國公民 只是說美國公民 對美國公民的利益 潛在的風險 他就會毫不猶豫發聲 根據情況的需要 就會有行動 美國之音也有報道 最多就是這件事 經貿辦 認證法 是不是 全部關掉辦公室 一律 最後最後 就是做中國領事館 去代理 中領館代理 最後最後 你更加沒有自治權 但現在連這個人 都免費 免費你 其實這個 等他幾時 應該是夏天 即是春夏之間 去通過 但也有一段時間 這個經貿認證法 對於這些手法 建制派人士心裡有數 就像葉劉所說 你就賣 最多是迫我們賣 經貿辦的物業 庫房更多錢 暫時可以減到赤 其實這些 這些真是 杯水車身 這個赤字太大了 他說 美國這些手法 心裡有數 亦都表示 一如既往 無謂無懼 去履行職務 你越是制裁我 就越代表我對 這個李家超也好 還有陳國基 但一個問題 就是19年樓市 很好 那時候 共產黨 屬你層樓才划 今時今日屬你層樓 你就坐艇 今時今日屬你層樓 以今時計價 那個成本是低一點的 所以張建宗是最聰明的 張建宗是因為他們一上任的時候 樓王 最高位的時候 大佬 好啊 共產黨 你要想一下 現在開了煽泥 被人制裁的話 就幫你屬樓 全家屬 鄧炳強說 一層半層就沒什麼所謂 雖然那裏在哪裏 在哪裏 在那裏 中銀造岸鐵 原本是 好像和成龍附近 好像都是 我記得那裏 九龍塘附近 九龍塘附近 馬里諾中間的地方 我記得那裏 還要潛建 這個人是 一層半層 但你那裏不是 張建宗很聰明 十多層 買樓自保 最有遠見就是這些 我南區物業 不好意思 是一筆過還稱南區物業 鄧炳強 那都是一層半層 但你今時今日 樓價便宜了 沒有所謂 越制裁越代表他們 對 我們之前說過 十五位議員 就是十五位列士 草案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去到草案委員會 都是這十五個列士 就是阿管浩明 其中一個 有是葉劉 他們義無反顧 面對西方的制裁 他們私底下 向星島表示 原本這個暑假 打算去歐美國加油 去度假 現在都要作出調整 去中東 中東挺好玩的 去杜拜 杜拜曬太陽 尤其是梁君彥 梁君彥 在蘋果倒閉之前 都已經說他的廠商不行了 他只是靠家族物業收租而已 就是最重要的 你看到其實 前天 就是這個 這個 南華早報 就說要快 快又在於 我就覺得很可能 其實就是不希望 民情上面有變數 所以就快刀斬亂麻 其實民情都已經是沒有什麼變數 反而快刀斬亂麻 你現在就是會 要做一件事 就是昨天RFA也有報導 西方措手不及 現在某程度上 你會看到反應 都是措手不及的 措手不及的 現在才慢慢去研究 究竟對商界有什麼影響 才慢慢研究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 那二百多頁子 充分討論 如果當年 你香港有五十萬人大遊行之前 董建華是搞了成年 成年入面 大家會發現 整個二十三條是不成功的 那時候自然有五十萬人 走出來 西方就是有這件事 醞釀 所以你說歐盟 美國 以至日韓 大家都很容易 可以調查到一件事 因為這麼多資料 今時今日 你問他們 怎樣一個星期 看完二百多頁 你都看得不太快 那裏面最後補一句 美國可能不想挑起和中國激烈的競爭 所以就不對二十三條 採取什麼措施 如果針對一兩個主事官員 或立法會主席 一定會有反制 反制的就是來來去去的官員 即是CECC的主事者 麥高芬 那些 麥克魯比奧 那些 或者這樣說 如果大家有看一些 Bloomberg 或者一些有關商業的傳媒 你會見到 中美很多已經是半導體 以至到現在的新能源汽車 正在打貿易戰 就不想再把政治的東西拉下來 搞到這件事很複雜 嗯 那美國那方面就沒有準備了 其實這樣說 這樣說 我剛才說 11月那個集拜會 未必很仔細講講 香港二十三條的問題 但是 他們已經有一些 deal 很重要的 deal 這些 deal 是不能夠破局的 即是譬如你說 關乎烏克蘭的問題 你會不會堅持 不去軍援俄羅斯 中國和伊朗之間的關係 你不要再在以色列那裡撲火 不要在這個時間撲火 這些 deal 對於美國 我們就是剛才講的排序 美國國家利益 由第一到第十 好了 第一二三那些 國際關係 就是國際利益最重要的 烏克蘭 以色列 蘇伊士運河 這些 那些已經排在前面 南海問題 前面那些 已經有了 和中國有了 deal 好了 唉 他沒有跟你講香港 現在才來搞 但是 但是最後 現在是 我入了三條 那你前面那些 deal 是不是不要 是不是破局 習近平呢 或者是大陸佬 就是這樣的人 大陸佬很流行的 大陸佬就起碼 我和你簽了一些最重要的 deal 帶我去其他地方突襲你 殺你的措手不及 其實你和大陸人講生意 他們是很生氣的 他可以讓一些給你的 他可以做妥協給你 其實美國佬這麼多年 你乃過鄧小平的東西 乃過江澤民的東西 拜登這些老胡 你都感覺到一些東西 如果不是為什麼 你見到Anthony Blinken 頻頻出訪日本 去日本 去菲律賓 有理由的 而習近平和拜登 亦都談了一件事 其實很天真 就是說 習近平你答應我 你先不搞我大選 拜登說爭取到習近平 答應不搞他大選 其實都幾 爆口答應 都幾humble 本身你 你會不會跟罪犯說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犯法 沒有他負 搶習慣的 搶習慣的 是賊來的 對於拜登來說 其實最重要是這樣 現在大選 你進入最後直路 其實說真的 我就是不知道 你說拜登又是老狐狸 又是一個很資深的外交家 你在這些 談判手腕上 是不是應該這樣 如果是的話 應該說 我沒什麼所謂 我不做總統 反正我這麼大年紀 你老母 如果是Donald Trump上台的時候 你怎麼看 你想不想Donald Trump上台 你也想看我上台 是嗎 我上台 很多人一談 他上台 就擺明搞搞你 他反而 其實是拜登打 川普卡 其實是 打川普卡 那個應該是拜登 不是習近平 其實是 川普都玩得很開心 我看到 日經那邊 很喜歡 布川普 說 如何去封殺 中國企業 是說 如果你查到 其中一部分 是跟中國有關的話 都會按照你 加你關稅 是 所以 今天最大的發現 就是看到什麼 看見到 施哲安 爆大鑊 所以 如果民主國家 我經常說 23條 回答陳國基 什麼叫做人有我有 你可以保護國家安全 我不行 我想問 施哲安 在公開內部文件 外交部的內部文件 在國會裡面 爆你大鑊 如果在香港 你又叫做什麼 施哲國家機密罪 沒錯 但是英國可以 你行不行 但是英國可以 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國家安全法 不去堵塞施哲安 這個漏洞 為什麼 你說權力制衡 而權力制衡 是政治文明的必要元素 權力是不可以獨大的 但是香港的國家安全觀 就是大陸那套國家安全觀 就是絕對的權力 絕對的權力 之後下來就是絕對的腐敗 最後這件事 其實同樣是會危害國家安全的 你看共產黨入黨的誓詞 你已經看到 黨和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 而且人有我有 我們經常說 麻煩你看看三博 嘗試吳博 解釋英國的國家安全法 那個要求 人家正在制約政治人物 是說政治人物 那個申報出現問題的時候 是有權 是法院有權